大家好,我是幼佳診所的林哲光醫師 我們在選擇益生菌的時候 盡量要選擇有經過基因定序的產品 所謂的基因定序就是把同一種細菌裡面的 不同種類的菌株給區分出來 經過國際的檢驗和認證之後 我們會給細菌一個編碼 就好像它的身分證號碼一樣 同一個編碼裡面的細菌 它們有著一樣的DNA還有一樣的功能 基因定序過後的益生菌菌株 會有兩個重大的關鍵的優勢 第一個是高存活率 我們市售的益生菌有時候會主打是活菌 活菌在不同的環境濕度和溫度之下 進入到人體體內的時候 有時候會產生基因上的變化 那就會減低它的功效 然而如果是基因定序後的精準菌株 則是會相對的穩定 它可以適度的通過腸道內的消化液 如同膽汁或者是胃酸 而進入到腸道的深處來存活 第二個也就是高定殖率 我們吃益生菌的時候 事實上並不是數量越多就越好 吃進去的益生菌 如果是經過基因定序的 它是有能力可以好好的附著在腸道的黏膜細胞上的 附著之後在腸道菌群中 它會自然而然的增生繁殖 也就是我們說的定殖率 固定繁殖的比例 好的益生菌它有好的定殖率的話 就可以達到很類似銀行存款 複利滾存的更良好的腸道保健效果 在腸道保健康 在腸道保健康 在腸道保健康